项目编号 SCP39986条女巫不死 项目等级 SAFE 特殊收容措施 SCP3998收容与安保存储所贵3998-1 SHL3998-1 内SHL3998-1将进行防火处理 真空密封以免氧气进入 SCP3998与SHL3998-1将在每日上午9点0分接受清理 若任何低级人员发生自然 必须检查SCP3998收容柜 并进行必要修复、替代、为安全考虑 SIP334必须驻有低级人员 特别是被控一级谋杀和家庭虐待者 若员工被SCP3998所定为目标 将对其进行调查并相应处理 描述 SCP3998是一死于17世纪后期的人类尸体 SCP3998缺失腿部 全身覆盖四级烧伤 在其死后某一时点 SCP3998的尸体被收集装饰成稻草人 用柳条、钉子和绳索固定 除了严重烧伤外 SCP3998身体多处遭受过盾气打击创伤 未知SCP3998死于何者 参见检查-3998-6 酵母的骨骼中持续流出一种可燃液体 主要由乙醇和人类脂肪构成 每晚晚上11点0分到凌晨4点0分间 SCP3998会发生自然病被火焰包裹 然而,虽然极度易燃 SCP3998并未受到任何结构损伤 在SCP3998着火期间 若为家乙妥善收容 距离其最近 且某一满足特定标准的人员将发生自然 SCP3998已曾经杀害疑或虐待恋爱伴侣的人为目标 若SCP3998自身无法燃烧 便无法引燃其目标 这些对象只会出现短暂温和的胸口疼痛或是脑后疼痛 目标对象在燃烧时 其胃中会出现大量沸腾乙醇 乙醇的注入一般会造成呕吐 造成更大的体内烧伤 即使从初期烧伤中存活 对象也时常因此受到永久性的神经及器官损伤 最终目标的身体脂肪 特别是躯干 胃部的脂肪将开始溶解 此过程极其快速 即使为对象在死于四级烧伤前进行了灭火 一般也会由此造成严重内部损伤 若任由其烧灼 溶解脂肪和乙醇会造成对象胃部剧烈爆炸 一般会令对象被炸成两半 除非SCP-3998本身被熄灭 受SCP-3998影响者无法被熄灭 附录-3998-1 前沿-3998-0 下面是与SCP-3998相关的部分文件及材料 以及在SCP-3998原发现地点找到的相关通信及文献 这些文件只可由持3998专门权限的人员 现任SITE34管理员及O5人员查阅 日志-3998-1 前沿 下面是来自同时代塞勒姆地区日志中的摘录 似乎与SCP-3998相关 文件证据表明SCP-3998与17世纪的一名塞勒姆居民Candice Hayes存在关联 大部分内容在SCP-3998发现地附近历史建筑的地下室及阁楼中被发现 日记-1 作者 Mary A 1682我们参加了Aidan Hayes和Candice的婚礼 Candice看起来格外吸神错乱 这位女士的父亲经历了重重麻烦终于见到她出嫁 如果她不高兴就太丢人了 尤其对方还是Aidan Hayes这样有名望的绅士 日记-2 作者 Mary A 1683Candice不一样了 她以前都把头发系着 但现在就放任刘长 我经常看到她有伤痕 她找尽一切理由单独出行 好让她能去树林里 日记-3 作者 Mary A 1683 今天有情况让我好奇起来 Malmerite说Candice最近一直逃避女人的职责 我听说她可能是个坏妻子 让Aidan很愤怒 现在那些伤痕说得通了 日记-4 作者 Mary A 1691 我在外面洗衣服时 听到Candice对她丈夫大吼大叫 我去问这位女士出了什么问题 但她居然骂我 说我少管闲事 对女主人如此不敬面是固然反常 但也不出我所料 我有点想告诉其他女人们这些事 日记-5 作者 Mary A 1692 我最近听说Candice有些麻烦事情 自从她和Aidan结了婚 她就经常往外游荡 还有 我听留言说她的兴趣不在男人上 魔鬼肯定把她附身了 也许Aidan知道该对这种贱人做什么 我明天就给她说去 采访负3998-2 前言下列采访在1693年7月8日进行 由William Stoughton法官及赛勒姆警员进行 对采访原文进行了编辑以便于阅读 面对逮捕令时 你立即逃跑了 你还拒绝说话直到被上落 你丈夫的证词让你具有嫌疑 你要说些什么为自己辩护 我无话可说 我不会抵赖 指控是真的 所以你承认自己是女巫 你同一个邪灵有染 是的 但 她心里不邪恶 以上帝之名 是什么让你堕落至死 施展这些可增技艺 他们不可增 他们对任何人都有用 上帝或撒旦 任何人或者没有人 他们只是一种工具 你没有回答问题 还不明显吗 我没有求着去结婚 却在父亲的教堂里被扔给了一个混账 他不尊重我 我只是他的财产 就像莉莉丝曾做的 这就是女人的地位 你要做的仅仅是当好妻子 闭嘴 我怎么给一个恶心的男人当好妻子 我只在乎Clovis 如果不是对她我还不如去死 我的遗愿是让那混账跪下 享受和我一样的待遇 Clovis 这就是你祈求的那个邪魔吗 她让你着魔了 女主人是让我着魔了 但不是以你们可以想象的方式 那无所谓 你已经认罪 你这般无耻的女巫就将在刑架上烧死 我们会等着瞧你那Clovis 要怎么在地狱里招待你吧 以我们的君主 魔王与王后之名 愿上帝宽恕你的灵魂 那就这样吧 文件-3998-3 至本村百姓 出行女巫1693年7月10日举行 Aidan Hayes抓住了她的妻子Candis 与魔鬼和她的堕天使有染 邪恶的女巫已被判罪并将处以火刑 若你们有空 请来镇中心 我们需要一人志愿站在我们的妇孺前 面对着撒旦的淫妇 Hayes这位忠实 精神的男子 女巫的受害人 已经请求亲自点火了 信件-3998-4 亲爱的Candis 如果你读到这个 那代表已经出事了 你肯定愤怒 迷惑 可能还沮丧着 你从小就将灵魂出售于我 我们一起相伴 既然你已死去 这就是说你的灵魂将属于我了 但我不想要它 我要的是你 很抱歉我们被发现了 很抱歉这些年对你做的事 我还在这里等着你 即便我并不在你身边 所以我将你带了回来 他们把你拖去火堆 但我只需要骨头来让你复原 我必须移去你的血肉 也没能救下你的腿 他们已经去的太远了 我只能就地取材 我从田里收割 把你的骨头用柳条捆好 你必须找到一个替代物隔 说到这 我想告诉你些你肯定想知道的事情 你的丈夫把架子上摆满了杜松子酒 当你可燃时 我只会助你更强 你有力量让他体验比你更坏的体验 让他求着能下地狱去吧 你不会再受伤了 我爱你 再会 Tilda Clovis 备注 该信件被发现于房屋地下室的一个枕头下方 信件仍被密封 未曾打开 文件-3998-5 前沿 下列文件摘录自都市传说网站 内容关于一个被称作柳条女巫的实体 考虑到相关证据 推测是指Tandis Hayes 柳条女巫 曾经 有位年轻的女人被迫嫁给了一个男人 她讨厌这个男人 但只能听从父亲的意愿 在她的教会生育后代 一个邪灵见到了 变成她在邻间聚会时找到了她 妖女握住她的手 告诉她 我能帮你过上真正想要的生活 你只需要把这个扔掉做交换 你要拿走我的灵魂 女人问道 是的 女魔回答 我会富有吗 女人问 你将拥有金钱不可企及的力量 邪灵如此说道 那我会得到真爱吗 女人又问 邪灵顿了顿 这我不知道 女人揣度了一下这个提议 又问了一个问题 你要用我的灵魂做什么呢 女魔很惊异 但还是沉着已对 她说她会被吃掉 不多 不少 女人接受了随后的十年 每天与这邪灵见面 日渐亲近 她为邪灵带来美果和首饰 而她则为她带来建议和陪伴 她回答她的问题 教她自己的魔法 女人变成了女巫 用她的力量折磨自己的丈夫 回敬她对自己的折磨 一天 她的丈夫跟踪了她 发现她竟然摇着恶魔的尾巴 她安静地回到镇上 召集了一群暴徒 她们把她绑到了木桩上 打断了她的腿 把她像稻草人一样挂起来烧死了 她们把她的尸骸扔进深山 但女魔找到了她 把她的灵魂归还 她用芦苇捆绑她的骨头 用她灵魂的火焰为她去命 但火焰将她吞没 她想要她的前夫与自己一同燃烧 午夜时分 她用前夫的堵松子酒浇在自己的身上 把自己再次点燃 她把丈夫从床上拖下来 跳到了她身上 她烧烂了男人的脸 用手指把她的眼球活活抠出 她同他一起烧灼 直至男人的肉融到了地上 整个赛勒姆都能闻到这气味 她又抓起男人的腿 扯啊扯啊直到他们被扯下来 这样她就能用他们继续走路了 最后只有一个人从燃烧的房子里走出 当然是她 男人的尸体在未被找到 有人说那位丈夫突然的拖着她的残躯爬行 寻找丢失的双腿 又有人说那女巫把她的身体带去了别处 好继续折磨她 但更多的人说 她是去了女巫自己创造的地狱 一遍又一遍地燃烧着 把那些和她一样的人带走 永远制裁她们 至于女巫她自己 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6条女巫还活着 检验-3998-6 前言 对SCP-3998的更多检验 发现其在骨骼结构位置上存在不一致 表明此尸体并催原本认为的Candice Pace 下面是对此发现的医学报告 马萨诸塞州赛勒姆SITE 34的调查报告死者 未知SCP-3998种族 白人性别 男年龄 32家庭住址 马萨诸塞已编辑职业 未知死亡类型 暴力 被发现死亡 可疑 异常 或非自然调查机构 SCP-F SITE 34 黑部门 尸体描述 裸体眼 未知发色 黑胡须 黑病胡 黑体重 5000克身长 0.9米身体温度 30摄氏度日期时间 以边际伤口与伤痕 SCP-3998的头骨和肋骨有严重损伤 推测遭盾器多次击打 齐驱干 手臂 头骨有四级烧伤 眼眶附近有损伤 双腿似乎在死后被截肢 下落不明 可能的死因 四级烧伤或颅骨损伤 死亡类型 谋杀 库陆-3998-2 在SCP-3998被收容后 马萨诸塞州谋杀案件 发生显著增多 从0.32增加到0.48 相当部分的案件为纵火谋杀 死者均为已知的暴力犯罪实施者 死者似乎被大范围的四级烧伤包围 从胸口到骨盆内脏被挖出 关于这些谋杀的信息无法被压制 尸体均是在公共场所被发现 并被归于柳条女巫 公众已被引导为 相信这些杀人暗示某连环杀手 在以柳条女巫的都市传说为灵感 在江泽任人员抓获收容后分级为Euclid 以上这些资料就是关于SCP3998的资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